巴黎时装周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就是各大媒体开始盘点的时刻了 Jean Delly在官网分享了本次巴黎时装周的媒体价值数据 其中一段对迪丽热巴部分的评价如下 迪丽热巴出席Maria的SS24秀场 在IG和微博上获得了近800万美元的媒体价值 再次证明了中国一线明显的力量 科普一下 Jean Delly是摄制品消费者文化 在中国的新闻及分析方面的权威媒体 此外据国际KOL营销公司Lefty数据统计 迪丽热巴创下了去往巴黎时装周 参加活动的中国明星中的最高媒体价值 还有全球时尚行业权威媒体BOF正式公布 迪丽热巴是今年为二入选的亚洲女演员 唯一中国演员 解释完巴黎时装周 迪丽热巴立马又返回了他们正在录制的节目 《华尔语少年舞》 将往冰岛 希腊等国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看得出来迪丽热巴真的是很忙呀 录制综艺还要抽个功夫参加时装周 远不止这些 人还在大象那边录制着综艺 他的新资源就被爆出 迪丽热巴可能会接下一个神剧 叫做《万渣朝皇》 原小说是八个单元剧故事 典型爽闻大女主 快传多个小世界 剧情 世界观 故事线都百遍 是不少人喜欢看的女配逆袭系统 虐渣设定 八个单元 民国 仙侠 国 宫斗 娱乐圈 魔幻 啥都有 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迪丽热巴一个人 要搭配八个男演员 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大女主 比起之前的影视剧里面出现的 都是一个女人 从花季少女成长到 全亲天下的老套戏录来说 这个快传设定的模式 更加新奇 有趣 不仅如此 女演员还无需面对 因为出演花季少女 而被大家吐槽装嫩 或者是等到成熟的时候 感觉气场压制不住的问题 再者 迪丽热巴一口气 要搭配八个男演员 这就意味着得有八个CP 还有交货 一阶更比八阶强 八队CP随便哪个出圈了都很不错 另外迪丽热巴 作为当之无愧的唯一女主角 根本不存在跟其他男演员 争抢范围的问题 这部又少了一个后顾之忧 而且这次是爱奇艺的剧 由恒星引力出品 也就是打造了 狐咬小狐娘一系列 并且推出了苍蓝角的公司 班底也不错 怎么看都能躺赢 大家可别以为 迪丽热巴参加花儿语少年 录制一档综艺 需要很长的周期 观众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见 自打迪丽热巴 前往机场的那一刹那 他的每一个动态 就没有离开过观众的视线 第一次到沙特阿拉伯 穿上希腊神话的服装 去冰岛跳舞 和伙伴们一起看激光 被路人偶遇买菜 肉缩上的内容千禧百怪 什么花样都有 花儿语少年也是够会玩 就在节目录制的过程里面 开启了直播 为节目的预热和造势 做到了极致 迪丽热巴此次前往巴黎石壮州 他多年来的对家杨子 这次也没有错过这个大型活动 两个人当下的发展 就是一个在商务上领先一步 一个在影视上高人一头 斗得难舍难分 杨子粉丝 笑话迪丽热巴 近年播出的剧 两部都扑了 迪丽热巴的粉丝 嘲笑对方时尚表现力太差 去巴黎石壮州丢了人 更巧上加巧的是 两个人都在巴黎铁塔之下 翩翩起舞 不意外的 这个视频又被拿出来对比了一番 两家斗得越是狠 粉丝就越是和自己的偶像 粘度高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虐恋才情深吗 粉丝没有时候 并不一定是对自己的偶像 爱得有多深 往往就是在这样一次次 互相攻击和战斗之下 带入了自己更深层次的情感 随之而来的是 网络上的批图战争和黑料爆料 让这次的时装周 增添了不少波折 首当其冲的是 迪丽热巴的粉丝 他们在某大型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篇标题为 迪丽热巴万扎朝皇的帖子 帖子内容主要描述了一个 关于美丽公主和险恶之人的故事 迪丽热巴被塑造为 聪明美丽的公主 而杨子则被比作是那个险恶之人 最后成为公主的忠实侍女 这一行为似乎是在讽刺 杨子在迪丽热巴面前 就像一个丫鬟 这篇帖子已经发出 立刻引起了渲染大波 杨子的粉丝群体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迅速组织起来 对这篇帖子进行反击 他们指出 这样的帖子完全是对杨子的 恶意重伤 严重事实 为了回应这种攻击 杨子的粉丝也开始制作批图 对迪丽热巴进行讽刺和嘲讽 还有不少网友和媒体 开始对两位明星 在时装周的造型进行对比 迪丽热巴的每一套造型 都被称为是高定的代表 无论是长裙短裙还是裤装 都能完美展示 她的身材和气质 而杨子的造型 则被一些人认为 显得平民化不过高级 尤其是两人的活动视频 迪丽热巴的镜头 都是在高级的场所 与众多国际大咖互动 而杨子则更多的展现了 她与普通人的互动 有的人认为 这显得不过高雅 过于网红 此外 两人的服装选择 也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焦点 迪丽热巴的每一套服装 都是由国际顶级设计师 为她量身定做 而杨子的服装 虽然也都是大牌 但与迪丽热巴相比 显得稍微逊色了一些 这也让一些人 开始对杨子的时尚观念 提出质疑 但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杨子在这次装装上 受到了一些非议 但她的粉丝并没有因子而减少 反而更加坚定的支持她 他们认为 杨子的每一次出场 都是在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 她不需要可以去迎合大众的审美 自己就好 在娱乐圈中 过去的事情 往往如影随形 一旦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过去的种种往事 都可能会被重新翻出来 至于聚光灯下 迪丽热巴 这位颇受欢迎的女星 最近也因为与杨子粉丝的争执 成为了众多人关注的对象 而在这场大战中 迪丽热巴的过去 也被逐一曝光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被网友扒出的是 迪丽热巴曾在某个视频平台上的 一段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 轻松地玩弄着一把萝卜刀 似乎在展示自己 对这个工具的熟悉 这段视频被一些 关心青少年教育的人士指责 认为这可能会误导孩子 引发他们模仿 从而产生暴力倾向 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视频 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 这样的行为 确实可能对一些 易受影响的青少年 产生不良的影响 除了这段视频 迪丽热巴与同行的关系 也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与张云龙和张彬彬的关系 迪丽热巴和张云龙在拍摄某部剧时 因为一些小摩擦 产生了不愉快 例如在片场上 迪丽热巴不小心踩到了张云龙的脚 张云龙当时的脸色 想得十分不悦 而与张彬彬的关系 也因为迪丽热巴在某次活动中的 一番玩笑话 而变得紧张 有网友还曝光 迪丽热巴曾经恶作剧的 删除了同事电脑里的合同文件 虽然后来事情得到了解决 但这也让外界对他的形象 产生了不少质疑 在这场风波中 不少人开始对迪丽热巴的人品 提出质疑 认为他过于傲慢 任性 而他的粉丝则为他辩解 认为这些都只是误会 或者是恶意重伤 他们认为 迪丽热巴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真实热情的人 他对他工作 对他朋友都十分认真 这些过去的小插曲 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 在这个风波中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 是每个人背后的努力与付出 而不是因为一些 无关键量的事情 而彼此攻击 最后 希望两位明星 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也希望粉丝们 能够理智地看待这次事件 共同为创造一个 和谐的娱乐环境而努力